一些民众为了节省过路费不惜绕道远行 但是最近在吉隆坡就有一名阿西亚轿车的司机 为了省下两令吉五十千的过路费 避开了收费站而使用摩托车专用通道 结果遭警方开除了罚单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车型娇小的这个阿西亚轿车 在摩托通道晚缓行驶十分的危险 而紧跟载后的司机也把这惊险的荧幕拍下 视频随后在网上疯传 吉隆坡交通调查和执法组主任 沙里夫丁助理总监说 这起事件是在淡江大使大道 靠近热水湖的收费站路段发生 当局接获投报之后成功的追查车主 司机是一名49岁的妇女 警方随后援引道路交通法令第八支三条文 将车主开出了不遵守交通车道标志罪的罚单 警方也警告道路使用者必须遵守交通规则 这样的行为只会危及其他司机 导致车祸的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